公民论坛日前举办台东县长给问妈的公民提问活动 针对焚化床启用部落产业妇佑族群以及体育发展等等进行探讨 而台东县长候选人刘兆豪除了一一答复外 也强调自己是最有能力带领台东进步的候选人 期盼能够获得更多台东相亲的支持 公民论坛日前举办台东县长给问妈的公民提问活动 针对台东焚化场的启用部落产业妇佑族群及体育发展等进行议题探讨 台东县长候选人刘兆豪出席与会也对于提问一一进行答复 妇佑政策是什么因为现在少子化 尤其是我们台东也是很多这个很宝贝的小朋友 那另外妇女政策 那如果还可以讲一点弱势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政策 看看能不能论述一下 环境永续这件事情上我们原垃圾处理 我们都是可以用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一个更 环保更永续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但是我可以讲说现状它是让在私营当中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会如果当前现场之后我会提出一个相对的时间 顺序能够来达到这样的一个停用风化炉 然后可以用更符合台东的环保的方式来做一个垃圾的处理 以上谢谢 今天很非常高兴能够以台东县长候选人的身份来参加 由公民团体所举办的县长候选人公民提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会议 在2018年的时候赵豪也参加过这样第一届的主办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我们现任的劳县长对这个公民提问的会议是缺席的 那我想这样的缺席所代表的政治上的意涵 我们就交给选民来做一个判断 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公民的提问也让各个领域不同的问题 能够让候选人有一个回答也让各乡亲能够更了解候选人 他对台东的一些愿景跟计划 我想对我们整体的民主政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刘赵强调自己是最有能力最能带领台东进步的候选人 期盼能够获得更多台东乡亲的支持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